那我要发多少个苹果 那时候我们要发三千多个苹果 最早那一年 最早的时候才发四五百个 四五百个 对 到13年的时候就发三千个苹果 然后感觉那个时候还想点办法 看能不能拉点赞助 后来我去找了三个客户 他们赞助了我三千个苹果 等于我自己就买了 你看都不用自己掏钱买了 我还真是 真有人用市场营销的思路在送快递啊 对啊 是 我当时是这样 预计要发三千五百个苹果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苹果 我怎么办 而且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买苹果 那我就跑到我的一个客户 是一个火锅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我见到你在杂志上做广告了 但是呢北京这么大 南城的人不可能跑北城来吃火锅 我说但是我每天在这片送件呢 接触都是这附近的居民 我说你可以印一些广告 搭配着苹果 我发给你 他问说你要发多少 我说我要发三千多个苹果 后来客户说行 那我就赞助你一千个苹果吧 后来我又跑一个珠宝城 说你看这一片的高档社区 他们都是有买珠宝的这个潜力的人 我说但是你发广告啊 发宣传单的你是进去 但是我们快递员是可以进的 我可以每一个苹果 配一个你的宣传单 当时这个老板就说 哎呦你这个方法挺好 你要发多少个苹果 我说预计三千五百个苹果 他说这样 我不光给你提供这个 三千五百张这个广告 我还给你做三千五百个袋子 就装苹果的袋子 对 他给我做了三千五百个袋子 然后我又跑到第三个客户那儿 第三个客户是做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三年的时候 特别流行那种寄付的软件 说你走多远 消耗多少卡路里 然后折合多少什么牛肉 我就看见我有个客户 那个弄这个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我这一片啊 有六个大学 大学里全都是年轻人 而且我现在松开家的接触的 都是公司的青年白领 他们特别喜欢这类的软件 我说你那天给我赞入点苹果 我帮你把你这个宣传发出去 而且我可以在每个大学呢 你提供一个广告牌子 我放到大学里面 让同学们扫码 然后我同时 我又可以在我的微博里面直播 我当天送苹果这个事 走了多少步 消耗多少卡路里 然后这个客户就说 这个挺好 后来他就给了我 给了我一千个苹果 这样我就自己买了五百个苹果 你梳理了三个客户 不同的市场推广需求 没错 他这个故事充分说明 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 除了苦干以后 还得巧干 没错 还得动脑筋 动脑筋 那个小事 很多人认为小事 不值得用心干 这个豆豆往这一站 让我们看到一个人 用心做最普通的 一个基层服务 就是送快递 他用心做 做出了市场推广的高度 我能够费的 这都可以 沙子 都可以 不易 我能够费的 我能够费的